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7年4月9日 57歲的慧英雄憑植電影《幸運是我》 第三次獲得金像獎影后桂冠 這是對天堂中的母親最好的告慰 而是對自己如戲一般 跌蕩起伏的人生最好的獎賞 手捧獎盃的慧英雄卻弱 又嬌修 生枝搖曳 日日不成星 幾十年走過路 捱過苦 哪怕一個紅狗狗的大丈夫 都未必撐得住 我第一次獲獎 爸爸媽媽走了 我這次獲獎 我媽媽又走了 為了我很希望 我媽媽會跟我說一聲 以我為榮 現時 當說起前陳往事 為英雄只是輕輕一句 沒有苦過 又怎會知道珍惜甜呢 究竟人生如戲 還是戲如人生呢 一代打女 卻不懂功夫 為獲機會滿身傷痕 在她的背後又有怎樣的傳奇故事呢 從街童到影后 為英雄正在播出 為英雄 滿洲正王旗後裔 她五官標誌 輪廓分明 有著凌厲 殺氣 暗大半點驕游 憑直矯健身手 演出一系列的動作片 而被大家所喜愛 作為一代打女的她 並不懂功夫 不過拍起打氣 公駕眼神之利害 令人深深自伏 她技能在內地的各種大劇之中 扮演皇親貴族 亦都在藝術片裏面 變成眉頭緊鎖的小市民 儘管戲裏面英姿煞爽 但總有一些滄桑落幕的味道 鏡頭回眸一瞬間 總會流露出一絲楚楚可憐的風情 或者這就是有一點點的憂怨和滄桑 令到她不同於一味拳打腳踢 團腳交加的動作明星 反而多了很多值得深思回味的底韻 而這一切和她的成長經歷 勿不可分 1960年 偉英雄出生在山東一個家境頗為恩實的家庭 父親成長在觀幻之家 文革期間 內地動盪 由於身份敏感 落魄後的父親帶著妻妾子女偷渡到香港 不過 初來詐到人生老不熟 父親被騙 財產流失 為是一家陷入困頓之中 隨後而至的風球和大火更令偉家一無所有 生計所迫 三歲的偉英雄便開始 沿街黑土叫賣的生活 小時候很窮 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我們當時是住在一條頸頂 一些木屋 剛剛溫代來的時候 其實就剛剛催淨海邊 整間木屋都沒有 當時都是睡在樓梯底的 家裡窮不到 其實有很多兄弟姊妹 都養不到 怕餓死 我頭幾個姐姐哥都送走了 唯獨是我比較小 連那些經班師傅都不要 睡樓梯底都要吃飯 其實當時都是吃一些酒樓 或者一些餐廳 很多窮人都是這樣 在校門吃 他們處理得很乾淨的 不是現在有牙籤有火柴 就會被窮人拿來吃 受傷 遭受白眼 依然要露出天真的笑容 那些路人行色匆匆 他依舊要機靈地走過去 握著人的腳 真誠地黑肚 這就是童年的慧英雄 嚴酷的環境 鍛鍊了慧英雄 擦然觀色的能力 土人歡心 也近乎成為一種本能 在慧英雄的記憶之中 灣仔有時候像一個天堂 有時候又好像一個地獄 在這裏 他見過太多的生離死別 這段謀生的經歷 令他失去了童年的東西 但也得到了開眼界 在他的意識中 明星就是人上人 脫貧成為他最大的夢想 在意識的蓄勢之下 十三歲的慧英雄 一腳踏入了夜總會 自此 開始了他自己的戲劇人生 或者是機緣巧合 又或者是上天安排 在跳舞的時候 香港著名導演張哲 在挑選射雕英雄傳的演員的時候 發現了在舞池之中 大放光彩的慧英雄 童年的特殊經歷 令他有了超乎年齡的成熟 在視鏡之後 慧英雄成功地出現了他影視生涯中 第一個角色 慧念慈 真正成為了邵氏的簽約演員 武功夫底子的他 憑藉自己的記憶力和武道根底 將武功高強的穆念詞演得為妙為超 一年之後 十七歲的慧英雄被人所熟知 隨後 在李漢祥的金玉梁聯雄流夢之中 慧英雄扮演了卸穴一角 雖然只有兩場戲 但是就令李漢祥記住了這個能夠吃苦的女孩 說到自己入行 慧英雄坦白地說自己很幸運 他曾經形容 張徹是上天賜給他十四歲時候的禮物 是他進入電影圈的恩人 大導演李漢祥 更是將自己的演戲技巧傳授給他 教授他如何演好一個角色 不過 真正被慧英雄演藝事業帶來軟機的 是他自己的恩師劉家良 在參演第一部劉家良作品《爛頭河》之中 慧英雄吃苦耐勞堅持的決心 令他陰差陽錯地 從Calefair也變成為主角 為了讓慧英雄能夠全盤了解製作過程 在每一套戲之中 劉家良、導演都會安排他一個崗位 從長毛、父母術指導、剪片到長機 他都要學習和了解 正因為有了這些基礎 慧英雄很快在電影圈之中闖出一條自己的路 而他又憑著什麼來奠定自己打女的地位呢? 在舞台出身的慧英雄具有更多的演繹方法 當時的圈中女生要紅 不靠枕頭就是靠拳頭 在武打扁盛行的年代 打和被打加上變化 慧英雄選擇了一種非常笨的欲搏方式 去獲得更多的機會 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 他可以被人打四十多拳 儘管打到出現嘔吐難受的現象 但他仍然不肯放棄 只怕被同期的漂亮演員頂替 而他的拼命 自然贏得更多導演的青睞 1982年 22歲的慧英雄憑藉電影《長輩》 獲得了第一屆金像獎影后 登上了事業的第一個高峰 從外行到影后 人家用了一輩子 他只用了五年 亦都是押金以來 唯一一個靠打女形象獲得這個殊榮的人 影后桂冠讓慧英雄的星徒更上一層樓 風光了十幾年 逐漸成為邵氏當家的武打明星 不過慧英雄背後的辛酸 是上癮無法想像的 從1997年出道 到獲得第一個金像獎 這段時間的慧英雄過得丙不輕鬆 他可以剛做完手術便去拍打戲 亦可以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情況下被打 從十六樓跳下來 鋼片插入背部 鼻涼骨被打折 至今都呼吸困難 儘管過程艱辛 但都沒有輕易把他打倒 而令他心寒的是親情的冷漠 在跌斷一隻腳 躲藏幾個月之中 沒有一個親人去探望他 現實告訴他 要想不孤直落幕 只有努力演戲成名 在自己的邊擇之下 為英雄更加努力 最終都敵不過電影市場的變更 上學世紀九十年代 隨著香港武術市場 逐漸蕭條 文藝片迅速崛起 英氣的女性形象不再受歡迎 在藝術片導演來說 沒有打明星 沒有什麼用 他又沒有演技 即使為英雄洪遍了全香港 都只能做配角的氣氛 人到低谷 慢慢攀爬到高峰的時候 再多的辛苦都不覺得是什麼 因為沿途有風景 頭頂有希望 但一旦從高處走下坡路 難免就會散生疲勞和悲凌 距離第一次奪得影后 到第二次拿到影后 中間跨到二十八年的時間之內 這個全身骨頭都被打傷的堅強姐 到底經歷了什麼呢 公華正貌卻無人問津 名氣已誓 才華已滅 死女逃生的她 又是怎樣重回事業的巔峰 她說她的一生是別人的兩世 從街童到影后 偉英雄 稍後過出 伴隨著傳統武俠片的末落 武打在演藝圈中亦受到歧視 不論賺多少 片酬地位始終不及文藝片 獲獎之後的偉英雄 並不情願被打女這個標籤固定化 她一直希望打開戲路 多拍不同類型的電影 正如她自己所說 我沒有鍾楚紅那麼美 又不如將萬玉傾成 更不像陳若年能接各種角色 所以注定會沉食下去 儘管她可以演繹出小人物的真感情 但她的嘗試得不到認同 反而受到多方的阻撓 在邵視看來 偉英雄的轉型 勢必會令她打女形象不復存在 並且轉型中亦會存在風險 甚至破壞財富 當偉英雄在試拍文藝片《男怨女》之中 拍攝都還未結束 就被強制拉出片場 而在隨後的演出邀請之中 大多數都是配角的戲份 除了扮演姐姐就是媽媽 演出作品亦逐年減少 33歲的偉英雄一度從女主角跌至萬年女配 心理上的落差和壓力 加上多年打氣的傷病 令到偉英雄開始不再接氣了 對於這段時間 偉英雄用慘情兩個字來形容 由於無法接受這樣的失落 她是犯上了抑鬱症 情緒發作的時候 她會將自己封閉起來 拒絕見人 甚至是關係最好的朋友 都約不到她 她討厭照鏡 甚至一度要吃安眠藥自殺 幸好被家人及時發現 搶救回來 有人說 只有血淋淋的生 才會面對血淋淋的死 其實反過來也一樣 經歷過死女逃生之後 從不掩飾驕傲的偉英雄 又如何振作起來 再創廢煌呢 我醒來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眼 我一睜開眼 我身上全濕了 我在床上我睜開眼 我就看到我媽 整個眼睛都紅腫了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哭了多久 然後朋友的醫生也來了 在家裡面 我第一個感覺 我就很後悔 我很後悔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非常強的人 為什麼跑到這一步 這一步絕對不是我 應該是我的決定 那我就知道我是有病 我繼續面對 在整理好心碎之後 偉英雄前往香港中文大學 報讀了短期課程 並考讀了治療情緒病的牌照 做了九個月的情緒病醫師 不過他發覺 自己最愛的還是演戲 於是他又開始放下架子 向老朋友打電話 為自己爭取拍戲的機會 2003年 為英雄開始低調復出拍片 不再計較角色的主持戲份多少 更多是考慮角色在戲裡面的意義 哪怕只有一個出場 一個台詞 他都樂於演出 以天屠龍記之中的滅絕師太 唐公宴裡面的武則天 新善女幽魂中的老老 戲份不多 但個個都出彩 而且沒有辦法替代 2010年 憑植小成本的文藝電影《深魔》裡面 飾演一個對兒子有極強控制慾的母親 50歲的韋英雄再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更憑植這個角色斬獲了七個影后寶座 重回巔峰 多年的龍套生涯結束之後 韋英雄終於再次當上了主角 不過 他的建藝並不僅僅在工作之中得到體現 還帶入了生活 經歷了父親去世的打擊之後 與他關係甚好的四哥 魏天賜也離他而去 再被告知 母親已經到了老年癡呆晚期階段 魏英雄更是內疚自責 2016年是魏英雄重影四十週年 在電影《幸運時我》之中 他扮演一個孤寡老人 貪美的他把頭髮染白 全程素顏 彈曲著身體 布里門山 他將一個失智老人的日常 展現得臨離盡致 只是為了複製媽媽的形象 而這部戲 亦是為英雄欠媽媽的一個道歉 為英雄在影片之中的出色表現 除了在多個亞洲區演證之中廣和好評之外 還成功遠征德國 在德國中國電影節中獲得最佳女演員獎 並在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之中 勇奪最佳女演員 青春的歲月都獻給了螢幕 辛辛苦苦拍戲賺來的錢都用來養家戶口 經歷過逆境低潮的魏英雄 終於有時間停下來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 他光芒四射卻孤身一人 一國初戀兩段戀情 即使軍未開花 但面對愛情 他依舊保持純真 從街頭到影后 韋英正在播出 在走過人生一半的之後 韋英雄說自己更加體會到棄如人生 他三十歲的時候覺得自己年輕美麗 四十歲就發覺自己原來揭然一身 終於明白張愛玲所說的 隔著二十年的辛苦路回頭望 再好的遇息逆妻王的真實意味 如今 當被問及你遇到好的男人 是否還會戀愛拍拖和結婚呢 五十七歲的韋英雄 迫不及待你會得話 當然啦 在一篇訪問之中 他曾經說過 韋英雄這個名字 利事業不利甄源 入行以來真正承認過男朋友 寥寥可數 但如果要了解韋英雄的感情世界 各位 那位混血水兵 是一個必須要認識的人 在灣仔街頭 兜售香口膠的歲月中 魏英雄遇到一個十八九歲的混血水兵 剛從越戰戰場下來 途經香港度假 除了買到魏英雄兜售香口膠 他還買了食物給他 臨要回越南打仗的前一晚 他用廣東話對韋英雄說了一句 我愛你 簡單乾脆 無關名利 不過 事隔四十幾年 他便秒無音信 對於愛情 韋英雄依然心懷著當年那份簡單和純真 在他的心裡 混血水兵 就是他的初戀 也是支撐他直到四十歲的時候 依然對愛情保持這麼強烈信心 最重要的原因 我在美國紐約領長的時候 我開了一場公開場是售票的 是籌款的 給他們老兵的 那很多美國老兵來看 我還特別去問有誰去過灣仔 然後都 當時真的沒有人去過灣仔 我說你問問你身邊的老兵 有誰去過灣仔 如果有的話 問他們記不記得 一對鞭子的小姑娘 我希望能夠有一天 他寄個照片 因為我認得他的樣子 就算他怎樣老 我希望能夠 原來他沒事 會給我寄個信號 會怎樣 四十歲的時候 韋英雄還在想 如果那個水兵回來找我 我一定會哭著疼他一口 並跟他說 我愛你 如果他求婚 我都會毫不猶疑地嫁給他 然而能夠算上真正戀情 維持時間較長的 也只有一個 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之後 為英雄先後和劉家良 情小東、泛龍軒等傳過緋聞 對此他從未回應 直至1989年 他承認和比他年輕七歲的黃紫陽拍過三年拖 黃紫陽直直無名 為英雄暗地裡替他安排工作 當黃紫陽知道是女朋友幫忙之後 覺得難免盡失 並就以這個藉口和他鬧分手的時候 1988年 韋英雄寫真集的出現 加速了兩人的分手 為了證明自己不只是一個打女 28歲的韋英雄自廢前往巴黎拍攝一套裸照寫真 以記錄身體之美 黃紫陽就難以接受 甚至原先定好的朋友聚會 也禁止韋英雄參加 於是韋英雄主動提出了分手 就此結束了這段戀情 因為當時那本書是很Spotted的 不是那種黃的 其實那是挺流行的 我是希望拍一個告訴所有的人 我是女生 所以我才拍那本書 可是在一個大戶裏 就覺得我曾經拍過一本 沒穿衣服的書 我當時就覺得很受傷害 然後我第二天就跟她打一通電話 我說我們不要在一起了 我說如果你嫌棄我這樣子 往後怎麼辦 我覺得青春要留下來 老牛吃亂草 是外界對這段戀情的看法 在和黃紫陽分開之後 韋英雄曾經營這段感情 是一生中的污點 多年之後 韋英雄才仿然大悟 自己太強勢 出道以來 從沒有依賴過任何男人 這麼強勢的女人 沒有多少個男人敢追求談戀愛 儘管如此 她仍然會感慨 如果時光會倒流 最重要的是 結婚 未婚 是偉英雄人生中一個遺憾 而她一直都想離譜 她曾經說 我覺得一個男人 最重要的是有一副好心場 她應該有自己喜歡的事業 不一定需要很多錢 但一定要有上進心 當然 如果她希望從我這裡 賺點錢去做事業 我一定會起飛腳 將她踢走 如今 57歲的她 已經準備暫時放下事業 多留時間給自己 花更多時間去談戀愛 盡快走進婚姻 這個已不再年輕 但充滿自信的女人 依然對愛情 保持著十八歲少女的純真 從兆氏第一打女 到TVB的黃金配角 媽媽專業戶 鬼片專業戶 再到實力派演員的巔峰回歸 為英雄的一生 經歷了香港武俠片的鼎盛與落幕 她從不畏懼旁人的不屑 和命運的條龍 得到過富貴生活之後 依然記掛著曾經的窮困和苦濕 即管錯過了青春歲月 亡情地 愛與鼻愛 但依然深信真愛 會在某一天偏偏而至 正如慧英雄自己所說 經歷了二十歲的豐華正貿 三十歲的落婆流離 五十歲的我仍然可以再獲成功 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六十歲作為女人 我有自信 可以優雅地老去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傳奇 多謝你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 我是程介南 下期見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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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